那畫面中可以看到這個,有那個紅色,這是Droping,這個不一定會有 那這個會使用到的地方呢,是在,可以看到 我們後面會用到,是像 找一個明顯的,好吧,這不明顯 從畫面中這裡,就是 就是,中間這成形這個T字形,我們配到成形的時候,應該會有中間T字形的樣子,但有時候可能會,因為 集合形狀的關係,在成形過程中,某一側,假設是上面那一邊,上面這裡,它被拉扯比較多,所以那邊整個成形,配料都往那邊移動,都被拉扯過去,成形上就會歪掉 所以有時候會有那個凹陷,它就跟那個,剛剛圖裡面的,這個,它就有這種凸起來的樣子,它其實就是多施加的力道去壓我們的 blank配料,就是多的力道去壓住它,那它功能就會比那個, Mider更強,它會給更多力,它可能是,甚至是,比那個,配料厚度還,就是夾出來的厚度可能比配料厚度還小,它就非常刻意的去壓出,壓住那個配料,讓它在成形的時候,可能在原本比較容易流動的那一側,然後就刻意去增加阻力,然後可以利用這個其實,在實際上就是利用這個可以去調整 我們配料它的流動的方向,就是它被,在成形過程中,可能,如果全部都被拉往這一邊成形,那左邊,呃,可能就,呃,配料就被拉走了,那你不快就變空的,所以就會需要透過這個去調整 所以,畫面中這個紅色,紅色的這個Drawbit,就是我們的,在Next下一頁這裡,Drawbit, 它不一定會使用到,就是,理想情況可能是不會用到,但實際上多少還是有,那我們這裡的話,我們先跳過,我們先跑完這裡,在下一頁,Control部分,那這裡,邊界,呃,你可以想要,我們有網格,屬性,屬性跟材料,材料,我們有定義給那個, 那個,blank的,可是,屬性為什麼沒有定義,其實是在,有些是放在,control這裡,呃,它這裡還有我們的,keyword裡面,control也有在這裡,可以點這個,show,可以看到,這裡就有,keyword的一些內容,跟Dyna,就是很明顯可以比較,就是跟masculine有關的東西, 那這裡,沖壓成型通常就是會去調整這個,那假設這個,沖壓成型廠,他們都是用1.2,就會去調整它,然後還有這個,可能會調整最下面的這個,NIP,NIP就是,sure厚度方向的這個,NIP,sure厚度方向,這個就跟配料有關,那,就看那個沖壓廠,他們都用什麼方式模擬, 然後跟後面有沒有要模擬那個,springbed回彈的關,因為回彈是一種靜態,我們後面會講springbed,那這裡大家知道,就是springbed,就是回彈,那它是一種靜態成型,那它使用的是全積分點, 所以這裡用的積分點呢,會比較多,會用到7,然後這裡還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,那我這裡,除了最上跟最下這兩個,還有中間部分可能不一定會調整,那我就依序講,這裡,呃,從第二的adpene,然後到這個minima的element,size,跟那個網格的,細化有關,你可以看得到, 我們的blank,開啟網格的話,這個網格我們最初在長的時候,是用12尺寸12mm的大小去長,但在成型的時候,這裡可以看得到,但成型的時候會有這種圓角的地方,所以實際上成型應該,網格大小應該要變更小,才能夠呈現這樣子特徵的形狀,所以這裡, 這裡就是有在控制它的最小網格到底可以到什麼程度,那可能,呃,以這個,這是汽車的某一個零,可能最小其實可以到3mm, OK,然後這裡跟它的adaptive level有關,主要是,勾選adaptive level,就是它要網格細化幾次,那我再一次開啟blank,可以看到blank,這個一個網格的編長,假設是,這個是12mm,那如果我有開啟這個,這個adaptive,那就是它在成型中,為了呈現幾何, 它會去切割這個網格,所以它會把它切半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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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除以2除以2,編長會切半,那當然它是,二維的話就是,一塊會變成四塊,一塊會被切出十字,變成四塊, 所以,這一塊網格,這一塊網格呢,它如果adaptive level,adaptive,就是細化一次的話,細化一次的話,這一塊就會變成四塊,一個網格就會被切成四個網格,那原本編長十二,就會變成編長六, 然後在adaptive level,如果到二的話,六就會變成三,那在level三的話,就會變成1.5,那這個就會跟你想要它的網格大小到底到多小你可以接受有關,那可能以這個汽車有關的,那一般是到三,就是再小下去會因為計算時間而不能接受, 因為畢竟這個東西是非常大的,這零件其實不小,它是很大的,所以網格元素如果到anima size1的話,其實算是真的很細了,那一般這裡就是三,以這個汽車比較大的零件來說就是三,那level的次數大概就是三次左右,那頂多四次,但還是會用最小的minima的size去控制它,OK,然後在下一個部分呢,是closing跟drawing, 的velocity距離,那這個也是跟模具實際可能作動那個,呃,模具的移動速度有關,這裡的velocity就是跟那個模具速度有關,但速度其實實際上到底是多少,會不會這麼剛好,其實都不會,因為跟現場的實際情況啊,都會做調整有關,所以這裡的情況,呃,影響就是,你也不一定知道確切的數據,所以不太會去動這個,只要在合體範圍,一般是, 都還好,除非你,呃,那個衝浪廠,可能他們都有自己慣用的數值,那不然就是用預設值其實就可以了, 然後再來是penalty,這裡的penalty就是,我們content那個penalty的scale factor,那,也是看,有些衝浪廠如果他們,裡面的比較不了解,他們可能就會用預設值,那有些他們都會自己去找到適合的,他們自己適合的那個參數, 或者scale factor,大小,那像我,有去到高雄一家,他們就是,他們很清楚知道,他們自己都是用0.01,所以他們自己都會去修正裡面的內容, OK,那基本上這一頁會調整的就是,剛才有做調整的這些,然後記得按apply,OK,那這裡我再跳回來,這裡我們有使用這個,就表示有用max scaling,OK,那這裡可以看到另外一個部分,selectivemax scaling,呃, 如果上次上課你有上嗎,好像是上禮拜吧,有,對好像有講到selectivemax scaling,就是,呃,多一個頻率篩選的機制,那就不一定會使用,對,那我是覺得,這個就放著,可以不理他,也可以直接打勾,因為他頂,他只是, 我們別人給你做的加速,通常都,車廠他們都會加速,都會使用這個max scaling,那這個的話,有時候會讓速度反而變慢一些,OK,那目前這裡的話,左邊這裡有三個選項,for early feasibility,或for mobility,或是for springback回碳,那其實這裡,去選擇這些,只是讓這個show的內容不一樣, 就是他有自動預設的內容,會有不一樣,但其實,呃,既然他只是,幫你預設裡面內容,那其實選哪一個都沒有差,通常就是,會調整的,就可以進來這裡,自己調整就可以了,所以就按apply,那這裡的選擇就沒有那麼重要,forming the control選擇就沒有那麼重要,那,另外,會用到的,這一頁,再來比較重要是output state,跟我們輸出的畫格有關,那, 那,closing,有些會看比較仔細,可能closing,像這個是比較簡單成形,可能就是10個,跟20個,那這裡會分closing跟drawing,我們剛才show裡面有看到,有closing velocity跟drawing velocity,那closing是指,合模,drawing是成形這一段,那closing是指,剛才,像我剛才在,剛才我把這個上模拉到很遠的距離,然後到, 這個很接近合在一起,很接近的距離,就是剛才配料在中間,開始,才剛開始成,要成形的那一段,的這個距離,就是,叫closing,它只是合模合起來,那配料都還沒有什麼成形,那drawing才是比較重要的成形段,所以drawing的那個畫格數,通常會比較多,就是為了看得更仔細,可能會到比較多,多兩三倍都有可能, 那後面這裡的這個,可以畫面移過去,它有,顯示用什麼方式,可以再把畫格切開,可能,呃,假設這個成形是,一秒,但實際上不會一秒,實際上可能很短,可能只有幾毫秒, 那,假設是一秒,那我的,那我的,第0.1秒,要一個畫格,然後0.1秒到,可能,0.5秒要多少畫格,0.5秒到最後一秒,又要多少畫格,可以利用這個去切割, 那,它這裡有例子,那這邊的話,如果有需要再去試就可以,那一般就是,均勻的,劃分10格,或30格,這樣子就可以了,一般就是均勻的,劃分那個畫格數就可以了,那這邊完成就可以,next,那最後就是submit,基本上,我們的,呃,速射,像我們如果一般的dina,會有,呃,要設定database啊什麼,那這邊就是因為, 它都幫你設定好,就是formin,看的東西,它全部在背後都幫你處理好,所以這裡就沒有設定到,然後還有像boundary的部分啊,一些邊界條件的設定,那邊界條件的設定,因為模具都是ridge body,所以ridge body的部分,它已經透過ridge body的那個constraint拘束,材料裡面的拘束去設定,那這些都在背後,我們都看不到,那就是因為這個界面全部在背後,輸出的時候會全部一併輸出,那這裡我就選擇, 的資料夾,嗯,假設我是workshop1,然後再,這裡還會再選擇一次資料夾,那我是今天的練習,practice,practice1,那資料夾的名稱,filename,那比較重要的是,filename就是要記得,就是filename就是, 我們在執行程式或執行程式或執行計算的那個檔案,因為到時候我們可以看到,它輸出會有很多資料,我們現在可以看到,我們還沒有東西,那我們等一下會去看它資料夾去怎麼做分類,它跟我們一般那個單純的keyword輸出不一樣,那我這裡就用一個,不一樣的名字,叫foming, 我的資料夾,我的資料夾,我的資料夾叫practice1,我的資料名稱,檔案名稱叫foming,那這裡可以選擇solver,那solver從這邊選擇,就是我要拿一個版本, 這個其實點選擇就是到,我們在選擇,我們在選擇,solver的地方看一下,應該是C槽,或者是D槽,adosteina,program,然後可以選擇,那第一個是smp的single,所以我要找s,sr910,那你可以,因為前面這裡會很像,你可以直接這裡修改, OK,那主要是,主要是改第一個,大部分,大部分foming,或後面等一下會用到flangetriming,都是用single position,那springbed才會用到double position,所以主要修改是這兩個,前面這兩個,會用到的,OK,那修改完apply就完成,那memory這裡,預設其實都蠻足的, 600,算這個case還蠻足夠的,最後就是output,